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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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三个人都是演技派 相信这一次肯定会带给大家很多惊喜的 谭松韵在夏天结尾 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句号 来表演温暖的清喜剧 以家人之名 网友点评 这是一部正式接档 三十而已 二是不惑的优秀作品 毕竟这三个都是家庭剧 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 前两部电视剧讲得很好 当三十而已刚开始播出的时候 热搜似乎把三十而已 当作是他们的新儿子 几乎每天都有热搜 网民关注率也有所提高 同样 二十不惑也是同样的情况 虽然没有三十而已那样的感觉 但是演员都不是很年轻的 演技也得到了很好的认可 这两个节目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如前所述 谭松韵这次以家人之名 被称为街档这两部优秀作品的节目 所以她的质量也非常的高 谭松韵将和九岁的弟弟和小五一起玩兄妹 这也是该剧的一个小亮点 不得不说 这次选角真是太棒了 虽然谭松韵已经三十多岁了 但她的脸上真的充满了胶原蛋白 看起来很嫩 而且剧中谭松韵是娃娃头装扮 而这个发型将她可爱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与九岁的弟弟相提并论并不牵强 在剧中角色也被生动地展现 大大的圆眼很可爱 而且没有地方可玩 剧中的戏服与原著非常吻合 谭松韵的演技也是娱乐圈的好榜样 我相信只要剧情不耽误 没有神奇的变化 现在搭配两个新一代小鲜肉绝对不是问题 以家人之名的故事是关于三个小孩子 被他们原来的家庭伤害的故事 在阴差阳错下 他们住在同一个家庭 成为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 在这部剧中的谭松韵很受哥哥的喜爱 情节的人设是一个马虎甚至有点天真的女孩子 有了超可爱的西瓜头 没有朋友真可爱 娃娃头和娃娃头真是太棒了 在剧中 谭松韵和哥哥宋威龙CP在一起 这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中很自然 每次他们看着对方都会让人脸红心跳 好像他们真的相爱了 不得不说 谭松韵确实有一种可以与年龄分开的少女时代的感觉 都是很自然的 说到谭松韵 最经典的官配 无疑是在锦衣之下中的异夏夫妇 这对CP绝对完美 这出戏自播出以来 吸引了很多女孩的心 到现在还有很多锦衣女孩 兄弟姐妹CP和异夏夫妇 你更喜欢哪个呢